就是其實我們在五年前 那時候我記得智慎還在Lamigo的時候 那時候打了200轟 200轟我記得他打陳韻文的在台南球場 一樣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 因為其實我們跟智慎算是同一年進到職棒 其實看他就是 好壞好壞 就是那一年 我記得那時候前幾年 剛好他出很嚴重的車禍那一次 那其實他真的花了很多很多努力 再重回球場 然後打到200轟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說 他那時候有說 他覺得他已經回不去以前那麼好的智慎了 但是他要創造一個新的臨時神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 我就是跟他說 那就是你的2.0 所以今年又過了15年又過到18年 其實中間又經歷了很多風風雨雨 連續兩年跟著忠信兄弟打進季後賽 可是兩年都沒有拿到總冠軍 然後他的表現 他現在就是去年年底發生的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他真的在俄軍 因為其實我們有去俄軍 試圖想要採訪他 但我不知道這能不能講 看你老闆 試圖想要採訪他 但是那時候沒有成功這樣子 來來來 那我正好我也要問你 因為你在現場 對 他回來之後 你的觀察 休息室的狀況 他帶給這支球隊什麼樣新的變化 休息室的狀況其實 因為那時候大家在練球 其實看不太出來 但是其實大家還是很歡迎他回來 其實大家都 我覺得是很正常 就是沒有什麼異樣 這是我覺得他的談吐中 可能更成熟的 其實他的 大家其實看訪問 我覺得訪問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其實會不斷強調說 他自己也承認說 他覺得他以前在球場比較自我 他現在會強調比較強調團隊 team的重要性 尤其中心兄弟是一整個team 大家要如何一起團結 一起拿造好成績 他現在會強調比較多這樣子的觀念 我覺得他也一直不斷的在改變自己 然後這樣自己更進化 我覺得應該會跟你們自己 以前遇到他那種感覺也會不太一樣 聽過類似的話 他撞裁判之後好像是這樣講 你看這種叫做 老刀不出竅 出竅就要見屍 刀刀見屠啊 這是以天見的概念 哈哈哈哈